所以阿弥陀佛用什么方法 帮助我们利库得罗 帮助我们破米开悟 帮助我们回归自信 他用持明念佛的方法 太妙了 就是教我们念佛 昼夜念佛 而念佛里头有这么大的赋予会 我们要真正知道的 能不念吗 能不拼命去念吗 念成功了 往生极乐世界 你说什么时候去 随你的意 你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 你这个心念才动 阿弥陀佛就知道了 他就会来接引你 上背往生 发生了解音 中背往生 应生了解音 下背往生 下背往生 化身的解音 我们一般人 这个往生 绝大多数都是佛的 佛有能力 化无量 无边生 佛告诉我们 这个能力不是他专利 每个人 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有 佛法是平等法了 每一个人都有三身 讲发生 发生是同一个题 发生是异了 硬化生就千差万别了 其实都是说明 念佛的功德不可惜 说功德 一般人不懂 我们换一句话说 佛报不可惜 智慧也不可惜 德能不可惜 这个大家容易懂 这个东西融合起在一起 就叫功德 所以这个是自信本有的 那么现在经 这个经是本经 教给我们 昼夜思维 好啊 应该啊 别胡思乱想 想起他的 你看 你把你 修福修慧的 这个机缘 断掉了 你心里面 那么多的忘念 全是六道 轮回心 造轮回业 你活必能 念佛人不能往生 就是他心不专一 杂念太多 杂念是轮回心 就是说 想六道轮回的四项的太多 想佛 想的太少 所以你念佛 不能往生 不是说真的不能往生 你这一生不能往生 为什么 这一生功夫没成熟 成熟 哪有不往生的道理 能成熟吗 能 要多久 经常跟你讲的 若一日到若七日 你看多简单 所以以前我曾经提过 这也是经常告诉我们 一个月 休一天 一天一夜 就打夫妻吗 精进夫妻吗 这不是七天一天 二十四个小时 念佛 这个愧妥 一个月一天 另一天 一年十二天 别说看得时间少 那个力量很大 非常之大 我们将这一段事情提出来 恭敬赞叹 有不少同学听到了 他们就振作 做得非常好 很如法 写信给我 打电话告诉我 我听得非常欢喜 一个月 找一天的时间 能够有十几个人 最好别超过二十 小小的场所 就可以做 就可以做一天一夜 这个东西跟闭关念佛一样 要由几个真正内行的 来护持 照顾大家 照顾里面最重要的 是饮食 饮食 应当是 少吃 多餐 吃饱了 就昏沉 大口水 精神提不起来 饿的时候 心里发慌 你也没有办 也没有办法 接服 所以保持 在不饱不羁的状况 这二十四小时当中 有人替你们照顾 昼夜思维 思维什么呢 思维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想 阿弥陀佛 为我们纪念礼的这个道场 解读世界